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混双焦点战 正思维 黄亚琼和德插波 沙西利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 这是两队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 首局 亚斯组合打得积极主动 15比6早早拉开比分 21比10轻松先下一城 第二局 亚斯组合在中局阶段取得领先 德插波沙西利则是在最后阶段完成逆转 以21到18成功扳回一城 决胜局 亚斯组合抢下开局 德插波 沙西利咬住比分 亚斯组合顶住压力最终获胜 激战三局2比1立刻德插波 沙西利 国语王牌正思维 黄亚琼顺利晋级四强 半决赛将会再战新科世锦赛冠军徐成仔 蔡佑丁 亚斯组合长期排名世界第一 也是多次世锦赛冠军得主 虽然没能在今年的世锦赛完成未免 但是在杭州亚运会上 郑思维 黄亚琼一路连胜强敌夺冠 半决赛击败韩国组合徐成仔 蔡佑丁为世锦赛以及中国公开赛的连续两次施力完成复仇 之后的决赛又直落两局横扫日本组合杜边勇大 东野有杀 泰国组合德插波 沙西利也曾经登顶过世界第一 同样也获得过世锦赛冠军 不过相比较于郑思维 黄亚琼 德插波 沙西利还是稍迅一筹 过往与亚斯组合一共交手13次 德插波 沙西利只拿到过其中的两场胜利 首局较量 郑思维 黄亚琼很快就建立了明显优势 在速度上压制对手 分差也越拉越大 德插波 沙西利眼看追分未果也是基本放弃 郑思维 黄亚琼21比10轻松拿下 第二局 德插波 沙西利死死咬住比分 郑思维 黄亚琼在11分之后打出一波小高潮 15比12确立领先 已经没有退路的德插波 沙西利展开最后的反扑 追到14比15 郑思维 黄亚琼毫不手软 郑思维的后场越起披杀 再加上黄亚琼的前场封网 亚斯组合继续保持领先 可是在最后阶段 德插波 沙西利掀起了一波高潮 反超比分最终以21比18逆转拿下第二局胜利 决胜局 郑思维 黄亚琼率先拿到领先的优势 德插波 沙西利7比7追平比分 郑思维 黄亚琼连得4分以11比7领先进入局修 后半程 郑思维 黄亚琼顶住了压力 最终顺利拿下第十二次击败前世界第一德插波 沙西利 晋级本届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混双四强 稍早时候进行的另外一场混双四分之一决赛 新科世锦赛冠军 韩国组合徐承载 蔡佑丁苦战三局2比1逆转法国组合吉凯尔 德尔吕 三局比分为22比24 21比19 22比20 比赛打得极为胶着 对于最终晋级的徐承载 蔡佑丁来说消耗也是非常大 接下来的半决赛 郑思维 黄亚琼将会再战徐承载 蔡佑丁 两队组合的最近三次交手 徐承载 蔡佑丁在世锦赛决赛和中国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连续两次获胜 郑思维 黄亚琼则是在杭州亚运会半决赛成功复仇